这么说来 你可是龚家的人了 那个方子事倒是定了 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你呀 肯定没问题 你是咱们哥儿几个 学习成绩最好的 又是学生会主席 别紧张 好好发挥 肯定没问题 什么时候手术呀 明天 哥 你这回来 咱们不跟我说一声啊 要不然今天碰上晏秋姐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 我去洗点水果 我也去帮忙 坐呀 哥 今儿 什么时候面试啊 明儿上午 我去洗衣服 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 别紧张 好好准备 哥 你明天也手术顺利 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 我安排你 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 老板 你还没去做